他们始终牢记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未明深渊 他们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 生与死的考验 打得出 打得下 对右这个患者 你要以快自快 他们以热血铸就利剑 以担心护卫人民 不管什么样的方法 付出多大辛苦 我一定要把你够活 中国的繁荣常识 社会的和平满力 我们处分力量 他们是 有血性 有情怀的刑警 是和平时代的阴谋 天网特别节目 刑警本色即将播出 这段视频拍摄于2014年 抱头痛哭的一家人 刚刚经历了一个 惊心动魄的夜晚 那个现场 那个气氛 看了让人推了那一下 很感动 很感动 提起这一幕 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 刑侦支队中案队副队长谭炯炯 仍然感慨万千 那是2014年10月的一个傍晚 暮色 渐渐笼罩了喧嚣的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朱经派出所里 传来了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 小孩子的父母亲 抱一个失踪 小孩子没回家 报警的中年夫妇 是上海市金山区本地人 他们13岁的儿子家家 放学后迟迟没有回家 小孩子一般性 就是6点钟之前 肯定是到家的 亲戚家什么地方 到7点多的时候 小孩子还没回来 未成年人一旦失踪 可能会遇到难以预测的危险 刑侦支队中案队副队长谭炯炯 带领队员紧急行动起来 他们一边从孩子家长这里 捕捉着每一个关键信息 一边向老师和学生 了解家家当天在学校的状况 我们先要做的什么 让老百姓要信任警察 但是信任 警察要拿出行动出来 拿出成绩出来 老百姓才能信任 学校离男孩家 仅有短短的300米 短短的放学路上 家家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八民警很快调取了学校周边的监控录像 并看到了孩子最后的动向 这个小学生就一个人 就回家的路上 就一个人走回去了 放学的家家出现在监控里的时间是傍晚5点43分 继续追踪学校外边的监控 两分钟后 家家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画面中 此时 他与家的距离只剩下了不到200米 傍晚5点47分 眼看着家家就要抵达居住的小区 这时 他停下了脚步 有一个男子 当小孩走过的时候 那个男子正好在有了小孩攀谈 攀谈了之后 大概攀谈了五分钟左右 小孩后来就跟着他上了那辆车 蓝色的车 上去了以后 这辆车子出了整个租金镇 出去了以后 从哪个方向走的 我们就不知道了 情况万分紧急 可是民警们却无法从模糊的监控画面上 确认驾车人的体貌特征 和车辆的牌照号码 唯一能确定的是 这辆车的车型 是一款蓝色的大众Polo汽车 应该说这个案子来得也很突然 案情也很重大 孩子的生命始终是我们 所有的侦察员 专案组的同学 甚至各级领导最关注 继续追踪 当这辆车进入监控盲区后 便隐匿在了夜色之中 谭冲冲的心头泛起了一丝不安 孩子在车上的时间每延长一分钟 难以预料的凶险都会增加一分 这个时间跟时间在算法 我们所以想着要尽快把小孩子救出来 脑子里从事有这个概念的 是抢劫 报复伤害 还是为了敲诈勒索 一系列疑问 盘旋在谭炯炯的脑海中 晚上七点三十五分 家家父亲的手机骤然响起 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的孩子在我手里面 开价二十万来数这个孩子 随即电话中传出了 家家呼喊爸爸的声音 随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勒索的电话以后 那个心情急得无法形容 都抱成团的 几个家族也在一起抱成团的 急得不得了 这样这个案子就严峻了 二十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并不是个小数目 家家父母都是普通职工 家境并不富裕 为了孩子 夫妇二人做出了一个决定 筹钱赎回孩子 慢点 这个不行 为什么不行 如果钱一旦交进去的话 他犯罪嫌疑拿到钱了以后 撕票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拖住 稳住 钱不能一下子马上交 孩子的安全 成为了民警们心头 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侦察员兵分两路 一路搜索嫌疑车辆的行驶路线 另一路调查监护人夫妇的 社会关系 谭哥就问得非常细 把他们所有就是外面有过吵架 有过欠债啊 这些情况 当时人双方的这些名字啊 这些联系方式啊 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这些很详细的内容都要记录下来 心系如发 是谭炯炯的工作风格 外刚内柔 又是谭炯炯的另一个特点 同为人妇的谭炯炯 始终牵挂着家家的安危 破案的信心也随之增强 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一定要拿下 一定要想方设法 最快的速度 把犯罪分子抓住 把小孩救出来 信心都是满满的 谭哥可能有点像丁海生这种感觉 他在我旁边的话 对于这个案子就是自然而然的 会产生一种自信 谭炯炯的信心 来自于他对案情的分析 谭炯炯觉得 嫌疑人的作案手法虽然很熟练 但把家家确定为劫持目标 却是临时的 否则就不会和家家 交谈五分钟之久 更不会选择在距离孩子家 仅近二百米的地方 贸然下手 这些线索似乎说明 其持者事先并没有做好预案 因为他作案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还是为了钱 所以我们大胆地推测 这个小孩肯定应该 钱没拿到 这个小孩子应该肯定还是活着的 因为他的父母 他的父亲在接通电话的时候 接通电话的时候 要听到小孩子的声音 每次都是这样的 既然如此 嫌疑人就可能要在接下来的环节 露出破绽 按照这个思路 嫌疑人使用的电话号码 成为了警方的突破口 号码显示为浙江移动 劫持事件发生在上海 电话为什么会是浙江号码呢 有可能犯罪分子这张卡 很早以前就买好了 要么什么 犯罪嫌疑人已经出了我们的上海市 60多万人口的上海市金山区 位于上海的西南端 与浙江省相邻 如果犯罪嫌疑人离开了上海 必然要经过省计交通道口 随即 谭兄兄带领众案队 迅速调出了道口上的视频监控 我们金山出浙江省的道口 有十几个道口 十几个道口 你要去把这辆车 哪个道口出去的 你又不知道 所以你就是一个道口一个道口的 一张一张照片来看 一两辆车来证明 当时它也是一脸严肃 也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其实并不慌 凌晨一点多 在海量的视频截图中 万民警找出了几千辆 款式相同的轿车 经过一一甄别 最终确认 在晚上6点52分 嫌疑车辆驶离了上海 失望了浙江嘉兴 通过视频监控 警方获取了嫌疑车辆号码 并确认 车内除了驾车人之外 没有他的同伙和被控制的家家 那么早先被劫上车的孩子 又去了哪里呢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很紧张 考虑了很久 这个问题也挣扎了很久 如果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失票了 我们没把小孩成功地救出来的话 那我们在老百姓卖钱 他们家属面前 小孩子的父母亲卖钱 很难交代了 你说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很紧张 而在派出所 等待消息的孩子家长 则早已坐立不安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夜晚犹如梦魇 就是孩子的父母呢 一直在哭 然后使劲地就是抓着我们的手啊 想让我们把孩子尽快地找回来 正当重案队集中警力 准备奔赴浙江 开展工作的时候 一个新的线索出现了 我们再仔细地看下去 往后看 往后看 看了以后发现什么 发现车辆车还是回来 这一发现 让人们警觉起来 犯罪嫌疑人 一人驾车往返浙江 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这时 对车辆信息的调查 也有了结果 根据他这辆车 平时出进 出入来回浙江和上海的频率来说 他这是近半年来 第一次从上海出去 感觉他像在浙江这边的物质啊 或者如果说有藏匿的地方 的可能性呢 不是没有 但是很小 这让谭炯炯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被劫持的孩子救在车上 与此同时 通过嫌疑车辆的车牌号码 民警们查到了车主身份信息 车主姓潘 25岁 上海金山区本地人 有抢劫未成年人的前科 一年前刚刚刑满释放 可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潘某呢 他们始终牢记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他们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 生与死的考验 他们以热血铸就利剑 以担心护卫人民 他们是有血性又情怀的刑警 是和平时代的阴谋 天网特别节目 刑警本色正在播出 最终民警沿着城市路网 追踪嫌疑车辆的轨迹 民警们将搜索范围 锁定在了发案的诸金镇周围 一块五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里 谭炯炯推测 嫌疑人极有可能就隐藏在 这个区域里 我们当时大概有六七辆车 每辆车上大概三四个民警 就全都从派出发 大家划了区 就是在诸金镇上划了一个 划了一块两块三块 这种地方吧 偷偷出去去找这辆车 就在民警们紧张搜捕嫌疑人的时候 家家父亲连续接到了两个催款电话 急持者叫嚣 明天早晨九点前必须要拿到赎金二十万 否则就要撕票 而民警们则进行着不间断的搜索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第二天清晨七点钟刚过 嫌疑车辆突然出现在了侦察员们的视野里 有的人说 再等一下 看看这辆车说不定还到哪里去 对吧 有的人说 万一冲了以后 犯罪嫌疑人把小孩藏在哪里 你找不到 那也是一个风险 按照我们的预案 就开始行动 一旦失手 满盘皆输 可是谭炯炯却第一个冲了上去 然后当时谭哥就是给了我一个眼神 因为我们毕竟搭档了十多年 他的眼神我就知道 他要控制往他的左手边跑 然后我就知道 我要尽量控制他的双手 犯罪嫌疑人被控制了 可是人们在嫌疑人的车上 并没有找到孩子 车子里面后盖箱打开来 也没这个小孩 随后民警们又来到嫌疑人的住所 整个房间 他住的这个房间 屋子全部收一遍 没这个小孩 当时我们就心里一跟顿 很紧张了 这个小孩在哪里 看来孩子的下落 只有嫌疑人潘姆自己知道 而如何撬开嫌疑人的嘴 成了谭炯炯 面对的难题 起车后座 成了谭炯炯的临时审讯室 我们同事之间带了酒的 就有这么一种默契在里面 可以说是 就是碰到这种 比较紧急的场合 这种情况下面 包括谭哥自己 可能是主动地 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我们也都有默契地 将这件事情就交给了他 没有预案 不打复稿 突击审讯 是谭舅舅多年来 练就的绝活 我基本上在五分钟到十分钟里面 我跟你对话 讲话一接触的话 我就能够基本能够判定出来 你这个人是哪方面 我用什么方法 什么语气来跟你交谈 让你辅法 让你把这个可供交代 他这个谈呢 跟这个谈话谈是音同自不同 从我的眼光当中来看 谈尽呢 在身心当中呢 的确是他是有一套的 但有前科的潘某 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我跟他一交谈 他就流露出 我无所谓的 我死了吗就死了吗 这个事情我干了吗就干了吗 小孩子能拿的 我不知道 他有这种无所谓的态度 此刻所有人都在等待谈炯炯 最有效的一击 而谭炯炯也知道 此时此刻 自己说出的每句话 都关乎孩子的命运 如果按照足球来讲 他就是最后的另一角 跟他讲清楚 这个事态的严重性 对吧 你钱肯定是拿不到了 但是什么 小孩子的安全 警察已经到了 小孩子的安全 而且你一定自己要考虑好 对吧 不要越走越远 直击要害 快刀斩乱麻 谭炯炯几句话 就打垮了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潘某只能就范 后来犯罪嫌疑人交代出来 小孩子放在他家屋顶的楼上 后来我们就直接直铺了楼顶 在楼顶上是找到这么一个拉杆箱 这么小一个箱子 把一个人塞在里面 我觉得真的是凶多吉少 很没有 心里真的没有底 所以也不怕你们笑话 真的是害怕 一个一米六十多的孩子的话 如果藏在里面的话 确实有难度 都不敢吓死我呀 这个打开里面到底是 活生生的小孩子呢 还是怎么样 每一名罢民警 似乎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们把这个拉杆箱 拉来拉开 看到一个小孩子全说在里面 手脚 手脚 脚 嘴巴 都用胶带子 全部封住 对吧 叫一下以后 他发了呜呜呜呜的声音 哦 好的 成功了 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 太阳光正好是万状光芒的时候 一点倦意都没有 这个心情无法比喻 很开心 很高兴 这就是主要心情的乐趣 经历了十二个小时的生死离别 家家平安得救了 一家人重新聚在了一起 正如谭炯炯推断的那样 潘某并不认识家家的父母 这才用五分钟时间打探家家的情况 而家家被劫上车不久 潘某就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带 封住了家家的嘴和手脚 并将家家藏在车后座上 再从浙江购买电话卡 打出勒索电话 再返回住所后 将家家藏入拉杆箱 搬到了楼上 自认为天衣无缝的潘某 没想到 仅仅十二个小时 就栽到了谭炯炯和同事们的手里 谭炯炯身上呢 有我们在打击破案的严实的意义 执着的意义 睿直的意义 也有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和爱可亲的一个 为人父 为人父的这个一个形象 所以说是刑警的本质 实际上是个人 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就是人民的形象 他们始终牢记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他们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 生与死的考验 他们以热血铸就利剑 以担心护卫人民 他们是有血性 有情怀的刑警 是和平时代的阴谋 听网特别节目 刑警本色正在播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谭京京出生在上海市 到今年 她从今已整整二十三年 人们说 当案件侦办 遇到困难的时候 谭京京总能凭借着 多问一句细节 多想几个为什么的 耐心和细心 打开案件的死结 因而 平日里同事们 都尊敬地叫她谭哥 在破案方面 他是火眼睛睛的破案高手 然后同时又是一个 心思缜密的审讯专家 同样又是一个 足智多谋的一个追逃能手 谭兄兄之所以 能够成长为一名全能型的刑警 源于他心里 一直装着一位英雄 我记得谭哥以前也说过 他要成为一个像 端木红玉一样的刑警 他应该都是朝着这个 榜样的目标在前行 在努力 我觉得谭队还真的是 学到了他的精髓 端木红玉 是上海公安的骄傲 端木红玉 端木我们都管他称之为老端木 这是一种亲切 也是一种崇敬 1927年出生的端木红玉 19岁参加革命 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9年离休 上海解放后 他不仅参与了 接管旧上海公安局 还主持侦破了一系列 危险 艰难 震惊国内外的大案要案 表现出了一名人民警察 对国家极端负责的领然政绩 从他刚解放参加上海的行政工作之后 也有很多个人的传奇的破案故事 也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代上海行政人 进入行政队伍之后 那是一本教材 这个是业务的教材 也是我们为人处事的一本教材 同样身为刑警的谭炯炯 也想成为端木红玉这样的人 怀着对端木红玉的崇敬 和成为探案英雄的渴望 1993年 谭炯炯顺利地考取了第一志愿 上海公安学院 而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荣光 星期六回来 穿着这个字符回来的 父母亲老早在走出好多好多路 在路口已经等着我了 父母亲的神气感 荣耀感 体现得真的淋漓尽致 2016年10月的一天 谭炯炯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是我第一次被犯罪嫌疑人 用枪对着我的那个时刻 谭炯炯面对的是一名 持枪抢劫案的嫌疑人 案情发生在一个深夜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一个小区门口 仰手招了一辆黑车 黑车以后他开到一个乡下 没有路灯的地方 他突然拔出枪 拔出枪了以后把钱拿出来 射枪抢劫 几个重要字眼充斥着谭炯炯的神经 可是正当中案队进行侦查的时候 又一起持枪抢劫案发生了 第二个案件在我们另外一个镇上 又发生了这么一期 也是同样的一个案件 所以我们最后通过病犯以后呢 我们确认这两起案件 是一个人所属 所以说是病案件 据受害司机李某陈述 犯罪嫌疑人年龄在30岁左右 身高约1米75 脸上有很多明显的疙瘩 他在抢走500元现金之后 逃之夭夭 因为有枪吧 对吧 危害到老百姓的安全 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些案件 然而令谭炯炯感到不解的是 犯罪嫌疑人在深夜持枪抢劫 只为了区区几百块钱吗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由于案发地位于金山区的城乡结合部 谭炯炯和同事们在有限的监控视频中 仔细地搜索着 但是却没有丝毫线索 这个人从这个弄堂里面进去 没有岔口的话 肯定在弄堂的那段出来 对吧 但是没有 感觉增破这个案件很有难度了 已经 看了一天 看了两天 都没有任何的发现 当时是确实是觉得比较奇怪 为什么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就一天都找不到他 难道真的遇到了传说中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了吗 经过缜密思考 谭炯炯决定重新走访受害的司机 他习惯性的就是说多问一句 这也是他的一个工作方法 一查 查到底 查到 查不下去为止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依靠着这种常人做不到的细腻 谭炯炯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他无意中就说 我有一个吸收群的 里面有三四百两来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受害司机说起的微信群 让谭炯炯眼前一亮 我想通过这个微信群能够做点什么工作 那么我就想出来 你把这个事情以你自己的口闻编辑一下 觉得几号我在哪里 接到怎么样的一个人 样子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被人家强调了多少钱 你们接到过这个人 认识这个人 他们以他们的老百姓的口气 来辨论这么一段子 发到这个微信群里面 受害司机表示 但是消息刚刚发出 他就收到了一位司机师傅的回复 这个人一个礼拜之前 我也接到过 这个人从哪个小区门口接到的 接到哪里去 送到这个宾馆里面 这一线索成为整个案件的突破口 综合几位司机 对嫌疑人外貌特征的描述 谭炯炯断定 此人就是犯罪嫌疑人 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很明显 对 跟他被害人 我们这个被害人 讲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这个特征一模一样 随即 中案队成员 赶往司机提到的宾馆 进行调查 根据他的住所登记 监控的录像 再叫利害人来认 是不是这个 一看就是这个 所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就这么大 经调查 犯罪嫌疑人姓顾 35岁 上海金山区人 是一位吸毒人员 谭炯炯知道 关系人 是笨案的重中之重 他不厌其烦地 找到重点关系人 进行深入的沟通走访 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那个人 已经见过一次 我说我们这个人 再去接触一次 让他深层次的回忆 他平时跟谁在一起玩 跟哪些人在一起吸毒 找出这个朋友圈子来 最终 他获取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犯罪嫌疑人 因无钱吸毒 曾将自己的一部手机 抵押给了一名贩毒人员 后来我们把这个贩毒人员 抓住 抓住了以后 把这个手机调出来 他这些活动的一些 跟他关系好的一些 吸毒人员的名单 就电话号码就出来了 名单就出来了 经过近十天 紧张有序的工作 警方在上海满航一带 发现了顾某的踪迹 但是当谭炯炯带领队友 进行抓捕的时候 顾某早已不见了踪影 不过谭炯炯大胆判断 顾某一定会再次回来 因为吸毒人员 有这个习惯 他什么都可以断 毒品他肯定不能断 他现在穷困潦倒 这样就他肯定要想办法 还需要去蹭毒品 古不其然 在经过了十多天 昼夜不间断的蹲守之后 顾某的身影再次出现了 此时此刻 谭炯炯和三名同事 慢慢地靠近了犯罪嫌疑人 他首先自己一个人 往前冲了上去 发现嫌疑人把枪掏了出来 就是犯罪嫌疑人把枪对走 面临危险的谭炯炯 做出一个更加危险的动作 我一个超时把它就枪握住 握住了以后 就是病那个力量的问题 他要把枪要 头低下来要对着你 我要把这个枪的枪柄 要提上来 要对着天空 经警方鉴定 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枪支 是一把防美式的某型号手枪 具有杀伤力 自此 顾某的神秘面纱 被彻底掀开 他说我第一天抢好以后 我是在水里面 就是踩着急要的水 这样一路逃 包括第二天 他翻墙到屋顶 他到装修楼里面 去过了一晚上 原来由于长期吸毒 没有工作 居无定所的顾某 成为了一名亡命之徒 依靠抢劫和借贷度日 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 和反侦查能力 知道吗 当时谭警警他们这个带队的这个小组啊 他们这个群众的工作做得很深 这个通过耐心的细致的一个走法 就最终导致这个案子成功的一个振抗 所以谭哥这个无论跟谁接触 他多问一句这个方法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去学习 因为有些线索可能就隐藏在这些 你多问一句的这个回答当中 自从2013年7月 谭琼琼担任刑侦支队重案队副队长以来 在整个支队的共同努力下 金山公安分局连续多年 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命案破案率 恶性案件发案率逐年下降 2017年5月 金山公安分局 荣获全国优秀公安局的荣誉称号 一旦你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 你感觉在工作 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做一好还是要爱一好 爱一好还是要赚一好 我感觉还是这点精神 所以一直坚持着 在心境的这条路上 一直走下去 感谢观看 他们始终牢记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他们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 生与死的考验 他们以热血铸就利剑 以担心护卫人民 他们是有血性 有情怀的刑警 是和平时代的阴谋 天网特别节目 刑警本色近期播出